老无老 以吉人之老 幼无幼 以吉人之幼 十方法界 关怀弱势族群 与照顾弱势儿童 以佛教因果轮回 培养正确人生观 残阳伦理孝道 提升社会风气 超越山头 跨越派系 须弥万法 环绕全球 坚持公平 公正包容的立场 以传播正性佛法为己任 十方法界 卫士 换皮小沙咪 名字叫乌华 当后尚与小沙咪 全否乐无比 师父 师父 你在忙什么 没什么 那您的手怎么不见啊 现在还不能让你看 哦 师父 嘿嘿 你好好笑哦 还藏秘秘 不跟我说 时候到了再告诉你 找师父有事吗 老师在学校有功课给我们 要我们带一样日常待用的工具 然后说明这个工具的用处 我想来想去不知道要带什么 所以才来找师父 是这样啊 好 这样东西什么时候要用啊 只下星期三 好 下星期二会交给你 这样可以吗 谢谢师父 那这只小扫把做好了 就让他带去学校 这只小扫把终于完成了 我真是佩服我自己 想不到我眼睛虽然有点花 但我的手还挺巧的呢 师父 您又把秘密藏起来了哈 好吧 臭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 师父 你好厉害哦 您把公公婆婆藏起来了 不是 不是 不是啦 哎哟 啊 啊 这只好可爱的小扫把 这只小扫把是谁的 是我做的 这几天都是在忙着做它 这只扫把这么小 要怎么小啊 这只扫把是要送给你的 可惜师父 我们不是有扫把了吗 而且这只这么小 要怎么扫啊 因为过年快到了 我要送一份礼物给你啊 师父 您该不会要送我这只小扫把吧 武光 你真聪明 这只扫把 原本想等到过年的时候送给你 这两天 你除着没工具 这只扫把 你就带到学校去吧 师父 您对我正好 太感谢您了 可是 这扫把的用处 不就是扫地吗 我要怎么用呢 武光 平时师父是怎么教你的 每次我在扫地的时候 都念着扫地扫地扫心地 心地不扫空扫地 这句话念这么多遍 有没有念出心得呢 师父说 说扫地啊 除草啊 就像把我们的烦恼除掉一样 嘿嘿 师父 我这样说对不对 你说得很好啊 照这样说就对了 这样老师又可以给我一百分了吗 我不知道老师能不能给你一百分 但在师父眼里 你已经有九十分了 啊 只有九十分了 让你有进步空间啊 好吧 我会努力的 武光啊 你真不简单 小小年纪就有这样的慧根 懂得从扫地中得到体会 很好 很好 师父 原来扫地有这么多好处啊 那我每天都要上张扫地 嗯 感恩师父 阿弥陀佛 很好 好 很好 善哉 善哉 看你无精打采的 肯定是昨天晚上没睡好 师父 我 我昨天没睡好 而且还做一个很恐怖的梦啊 嗯 哦 到底做了什么梦啊 看你紧张成这样 目标恐怖啊 我梦到有人在拉我的脚脚 所以我要把脚脚藏起来 可是 我用力要把脚脚拔出来 都拔不出来 我差一点就尿尿在床上了 那后来呢 你没有被吓醒吗 嗯 没有啊 可是那个梦好奇怪哦 我要把眼睛打开 它打不开 好像有人盖住我的眼睛耶 真是太恐怖了 这么恐怖啊 那你有挣脱它 或是用手拨开它吗 我没有力气啊 我下来想叫师父来救我 可是我叫不出来 因为好像有人用手盖住我的嘴巴 我叫不出声音啊 用了好多力气 所以我好累哦 今天早上 差一点就爬不起来 是大师兄把我叫醒 我差起来的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难怪你今天一早看起来 无精打采 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啊 师父 早上吃饭饭的时候 我在家还要遇到师姑 师姑说我也绿绿绿了 好像被什么东西吓到 有时候我做噩梦 我妈都要带我去书家 师父 你要带我去书家啊 不然我听话还会做噩梦 不用吧 只要心地善良 没有做什么亏心事 书家的事啊 就可以免了 师父 师父 带我去书家啊 哎呀 武光啊 你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呢 终于师父呀 师父都不到哪一家 是有的 好恐怖 好恐怖 昨夜晚上 我笑着尿尿的床下来 好了 别哭了 把眼泪擦一擦 这次又是什么样的梦啊 断着快恐怖 碰到一个没有疼的鬼 他没有吵架 招手上 算得很恐怖 我怕死 那后来呢 后来怎么了 真的 妈的一个没有嘴巴的鬼 他没有嘴巴 脸上也有块绿色东西 我看起来 好恶心啊 这么可怕的梦啊 不过梦境的东西是假的 是虚无的 不要害怕 后来 我出现的鬼 更恐怖 没有眼睛 没有手伤 因为太可怕了 我想到尿尿的床上了 这么严重啊 对了 武光 你最近在学校 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事啊 没有啊 我在学校很好啊 我的意思是 你在学校 有没有同学欺负你啊 没有啊 同学对我很好 他们都会跟我玩 那 他们有没有拿东西吓你啊 没有啊 师父 你怎么问问这个呢 你问这个很奇怪耶 没有了 只是随便问问而已 师父 阿弥陀佛 诶 你们都在这啊 你怎么来了 嗯 我听雾明师兄说 武光做恶梦 好像蛮严重的 所以 我来关心一下啊 小恩姐姐 我跟你说 这次我做的恶梦 好恐怖啊 我都吓得 尿尿在床上啊 啊 这么恐怖啊 那你现在 还会害怕吗 我告诉你有多恐怖 没有头的鬼 没有嘴巴的鬼 没有眼睛跟手上的鬼 还有好多好多啊 我做恶梦 师父都不带我去寻乌龟啊 害我一直做恶梦 哎哟 梦都是假的啦 它不是真的 因为 你白天想的太多 所以晚上才会做恶梦 我又没有想很多 我没有啊 我来说个故事给你们听 在杂宝藏经里头 有记载这样的故事 在佛陀时代 有一位波斯逆王 他的女儿们 各个美丽庄严 唯独赖提公主 却奇仇无比 凡是见到赖提的人 都会受到莫大的惊吓 波斯逆王为了不使众人 受到惊吓 也不让自己丢脸 便将赖提锁在深宫里 从小就不许他见人 那他好可怜啊 都要不要关起 那他要怎么吃饭饭啊 应该有人会送饭给他吃吧 好啊 听师傅继续讲下去嘛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 赖提公主渐渐长大 到了逝婚年龄 波斯逆王为赖提的婚事 伤透了脑筋 如果是将赖提许配给高足大戏 对方一定不肯接受 因为赖提实在太丑了 如果是嫁给一般的小老百姓 偏偏赖提又贵为公主 身份上不相配 就这样 波斯逆王反复思量 忧恼了许多天 终于想出了一个好法子 公主那么巧 真的可以嫁人吗 所以国王才要用方法啊 把公主连开起来 咱们快不到咧 这个方法不好啊 最后还是会被发现了 哎呦 不要再插嘴了啦 静静听师傅讲完故事嘛 好呀 这波斯逆王 私下请家仆 去找寻足性长者中 家庭经济较为困难的家庭 他们家里是否有成年男子 尚未娶妻 家仆寻找了很多天 终于在街角 找到正在向人 醒起的长者儿子 家仆非常欢喜 赶紧将她带回皇宫 那这个人会娶公主吗 公主那么巧 他看到一定会吓一大跳 会哭哭了 嗯 或许 他会娶她也说不定哦 你怎么会知道 你又不是她 那如果是你 你会娶公主吗 如果是我 嗯 公主那么巧 我才不会娶她耶 哦哦 人不可貌伤哦 啊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啊 你们不想听故事了 想啊 嗯 我们快快听 波斯逆王 见到这位成年男子 支退两旁的侍从 单独与他来到后花园 就问他 我有一个女儿 丑陋万分 到了不能见人的地步 如今 我打算把她嫁给你 并且附带一笔丰厚的嫁妆 不知道你是否愿意 不行啊 不行啊 公主那么丑 哎哟 悟光 你又来了 听故事不用那么激动了 乖乖的不要吵 好呀 这位成年男子 很恭敬地回答说 这要是国王的命令 我绝对服从 于是国王便将赖提公主 嫁给了她 并为他们夫妻建了一座宫殿 同时再三地嘱咐她 千万不能让赖提公主 出来见人 出入宫殿 一定要锁紧门户 于是赖提从这一座神宫 换到另外一座神宫 依旧过着幽闭的生活 啊 公主好可怜哦 那个穷小子 一要成为享有荣华富贵的驸马耶 怎么可以对公主那样啊 那公主就永远被关起来了吗 没有 为什么呢 国王不是下令 都要把门锁好吗 你们想知道结果吗 想啊 因为坏人还没有得到处罚 乌瓜 你说的坏人是谁啊 就是那个男生啊 他把公主关起来啊 嗯 他应该不能说是坏人啦 他是服从国王的命令而已啊 你们都不觉得公主很可怜吗 那乌瓜 你觉得公主可怜应该要有好报对不对啊 对啊 那我们来听听 看看结果是如何吧 那我们要乖乖听 这位男子每次出席宴会都是独自一个人 别人都对他的太太好奇 就在一次宴会中 有人开口提议 下次聚会每个人都要带妻子出席 没带来的人要罚钱 大家都说没问题 唯独他默然无语啊 啊 那他怎么办呢 他会带妻子参加宴会吗 我也想起了 师父你快说耶 他依旧服从国王的命令 没有带公主赴宴 所以被罚钱了 啊 他不是只有一次 是每一次都被罚钱 因为他都没有带妻子参加宴会 他每一次都被罚钱 他每一次都被罚钱 难道他的妻子都不知道吗 在公主的追问下 他才说出原因 当公主明白是因为他的丑陋 才会被下令关起来 于是公主开始发心忏悔 念佛消除自己的业障 那后来呢 后来呢 公主自己依旧将自己关起来 潜心念佛 所谓人有诚心 佛有感应 因为赖提公主的至诚恳切 感得佛陀慈光佳批 赖提公主的容貌渐渐改变 心中生起欢喜 在不知不觉中 自己的行驱丑陋 一一消除 相貌好庄严 此时的赖提公主 可真的是美若天仙了 哇 那他知道公主变漂亮了吗 当然还不知道啊 有一天他喝醉回来 开门迎接她的是一位美女 就问说 你是谁 怎么会在我家里 公主向丈夫解释事情的经过 才相信眼前这位美若天仙的女子 是自己的妻子 是自己的妻子 这故事好好听啊 我喜欢 这位男子就带着美丽的公主 回去见波斯逆王 国王觉得不可思议 便带去见佛陀 佛陀向波斯逆王开示 在过去九远节以前 有一位辟之佛日日启食 有一天来到了一长者家托波 长者的女儿拿着一碗饭准备供养 就在此时啊 长者女儿看到辟之佛长得其貌不扬 竟脱口说道 哎呀 这人长得真丑啊 皮肤像鱼皮一样粗糙 头发像马尾一样坚硬 过去的长者女儿 便是今日的赖提公主 哦 师父 我明白了 赖提公主变成丑陋 是因为批评别人而得到的因果报应 对吧 是的 你说得很对 好可怕哦 我以后会敢随便骂人家丑八怪 因为我也会变成丑八怪 这就是因果循环的报应 后来公主发心忏悔 才会回复原来的面貌 那乌光做那恐怖噩梦 应该也是报应哦 乌光 你是不是有骂过别人 好像有啊 残缺啊是生命的本质 无常变化是人世间的实相 了解了解了无常所带来的不圆满 所以要学习去接受面对它放下它 再更多的是我们可以去转化它 虽然世间没有绝对完美 但我们可以用完美的角度来对待 将残缺转换成美丽的星际 像无头鬼没有头 那它就不会胡思乱想 就不会头痛 多好啊 无嘴鬼没有嘴 就不会跟人争吵 不会造口液 多善用身体做好事 前途光明呢 无眼鬼不会乱看 无手鬼不会偷盗 所以我们能够真正面对残缺 重要的是还能转化它 欣赏它 那不是很美好吗 这样你应该不会再害怕了吧 嗯 谢谢师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